他口氣一開始還蠻正常的 但是後面就稍微有比較激動一點 然後就說叫我們許立委不要太囂張 動不動就提罷免 這樣藍營的支持者會不開心 然後隨後再說要小心服務處門口會有爆裂物這樣 他講完爆裂物之後就掛斷了 所以現在已經有送給警方這邊了嗎 對已經那個報無價派出所這邊了 呼籲人民理性 國民黨十月初傳出要獵殺二十名立委 我受訪被動回應 結果國民黨怕人化中人 抹黑我挑起對立 四處煽動支持者來洗版 這次甚至有02開頭打來的恐嚇電話 我無法接受不向暴力低頭已經報警處理